尖沙咀廣東道 是本港零售及旅遊核心地區 周邊寫字樓及商場臨立 大廈五光十色的燈光 令維港兩岸互相輝映 打造成香港著名地標景觀 當眾維港最具代表性的大型商場 就不可以不數海港城 海港城是亞洲第一家商場 亦是香港最大面積的救物中心 及名牌集中地 海港城並不是單一商場 是由五個區域組成 包括港威商場、海洋中心、海運大廈 馬哥布羅香港酒店商場 及星光城 其實海運大廈的前身 都是九龍倉碼頭 在1960年重新發展 將原有的一號碼頭重建 作為一個樓高四層的海運大廈 可以停泊兩手排水量五萬噸級的油輪 商場裏面亦有1200個車位 以前我們小朋友年代去海運大廈行公司 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以前海運大廈都是一些最前衛 最潮流的商店 都是在海運大廈的 整個海運大廈都一路分段去擴建 直至到最近期 去到尾段都還有LCX的部分 又有觀景台 亦都有一些表演場地 相當漂亮 緊貼著海運大廈就有海洋中心 其實海洋中心就在1977年落成 接連了整個海運大廈的商場部分 令到它的購物和飲食娛樂的店舖面積 大大增加了 加上在90年代前身幾棟服務式住宅 和海洋廊購物商場 亦都是重建 重建了之後 就是今天的Gateway 即是港威大廈的部分 港威大廈的規模發展相當宏大 由五棟甲級寫字樓 和四層大型商場組成 直至1999年12月 整個港威大廈的空程 才是圓滿結束 同樣著落於尖沙咀維多利亞港海旁 和海運大廈同樣重要的 標誌商業建築物 就是星光行 星光行本身的位置 前身就是九龍倉碼頭的遊客中心 當時就是由霍英東先生發展 發展成為一個大型的寫字樓 和商場群樓 早期的星光行已經在尖沙咀出名 國際上也挺有名氣 如果大家上過星光行 它的正海景 中樓海景的部分 現在的明信片都拿過景觀 用來製作明信片 商場部分也有很多食肆商店 所以很多遊客 或者本地消費者 都喜歡去星光行 去銷閑購物 由於尖沙咀西一帶 商下處於核心命物位置 所以極具商業價值 一直是財團和投資者必爭之地 歷年來不少著名物業都升值不少 從中原寫字樓部過往成交數據資料顯示 例如星光行12樓一個單位 1998年以大約322萬元成交 赤價2,800元 2010年以660萬元售出 12年升值超過一倍 到2022年再以1,200萬元逆手 相隔12年再升值大約82% 除了寫字樓有價有市之外 不少國際大品牌和名店都具有前瞻性 早已盡住尖沙一帶商鋪市場 其中有好幾個大品牌 都曾經在新港中心的地鋪 做過旗艦店 甚至在一些單邊鋪位 連續在地下一樓二樓 貫通了幾層做一些複式旗艦店 過了海防道 另外有幾棟舊式的建築物 那些地鋪的租客類別都多元化 不只是賣名店的東西 大家見到有銀行 甚至化妝品 時裝店都有的 去到尾段 去到彩星中心 大家就會發覺蘋果手機 就拿了這個位置來做一個旗艦店舖 就由地庫去到三樓 挑通了一些玻璃幕牆 那裡有三萬多呎 看上去是相當宏偉 由於鋪位市場盤源十分罕有 大部分業主都很釋受 所以多年來少有放盤 而且物業的升值能力更加是十級而上 從中原鋪位部過往成交數據資料顯示 廣東道4至8號地下一個鋪位 業主持貨14年 一轉售升值大約12倍 又例如廣東道82至84號樓上方傳動 業主2002年以9800萬元買入 兩年後易手已經升值超過八成 下一手業主三年後再轉售 亦都再升值約七成半 從這一區物業的升值能力 可以看出尖沙咀西優越的地理位置優勢 經歷得起時代的變遷